唉 为了你 要 今天喝这个啊 快乐的0.0 0.00 这个0.00就无酒精的东西 耶 清醒 你刚去结账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你这个有酒 我说这是无酒精的 因为我要自助结账他不让我过 他说因为你这是酒 我说这没有酒精 对 他说没有你这是被当作酒 我这超想翻脸你知道吗 他觉得看起来还是酒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力歐 我是啾啾 阅读题案 我们每周轮流题案一本书 本周是我提的 心理安全感的力量 作者是艾美艾德蒙森 好 怎样你要讲是不是 好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作者艾德蒙森 他是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 在90年代的时候呢 他参与了一个跨学科的研究 发现成员对于心理安全感 对这个组织的绩效很重要 那20多年来他就在投入这相关的研究 那主要写作跟教学都是在针对领导力 还有团队跟组织学习 那这一本这个心理安全感的力量 大家可能如果看画面的话发现 我们今天没有书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书到齐了要还 图书馆的书 很害怕被发钱 两块钱很在意 你舍不得 对 然后就还回去了 那这本心理安全感力量 就是在分享他过去的研究发现 那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和例子 还有他如何在组织中打造 具有心理安全感的环境 他就有些方法 那这个作者爱德蒙森呢 他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 你之前听过这个人吗 没有 他是刚刚讲嘛 他是哈佛管理学院的教授 他是一个女性 那2011年 他有被一个 就不太确定是什么组织 叫Sinkers 50 就是思想者50这样子 前50思想者 就他每一年 每两年 他们会票选 就是对于管理学上面 管理学或组织上面 有一些很特别的思考 或者是贡献的 然后造成一些影响力 他有10个 他其实在 他会想票 那个选择的方式 然后总共有10个项目 这样子 那这个爱德蒙森 他从2011年开始入选 那2011年的时候是第35名 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是15名 2015年16 2017年13 2019年是第三 2011跟2023都是第一名 就连续两届第一名 很厉害 这个是每一年都 还是每两年 每两年一次 所以他就是每一届都选上去 他从2011年 那这个是从 这一个Sinkers 50 是2001年开始的 那我要讲一些 因为我还查 我觉得好好玩 所以查 这个2009年 你会看到熟悉的人 叫做Steve Jobs 他是第四 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 所以他其实会把一些 商业界 实业界的人 也会放进去 所以2007年的时候 有比尔盖茨 然后是第二 然后你看到川普 在第二时 好哦 对 然后一开始的 2001年跟2003年的 第一名 就是我们尊敬的大师 彼得杜拉克 对 好不意外 我觉得蛮有趣的 反正就是 我昨天就把他 从2001年到2023年 就是做去年 思想名人榜 对 就把这个 看了一轮这样 大家各位有兴趣 这题外话 大家可以看 但你看了一轮之后 你觉得你对于这个思想 就Thinkers 50 你会有 就是好感吗 我会想要把那些 我不知道 但他排在很前面的人书 找出来看一看 这样子 对 觉得蛮好玩的 因为 爱的萌生 就是这两年都是他 那之前 刚刚讲有 皮特杜拉克 然后还有 Michael Porter 然后还有 Christensen 就是那个 破坏式创新 对 他也长期在榜上 就对了 对 所以就是 像那个Daniel Pink 或者是 Synic 就是 先问为什么那一个 对 他也有在榜上过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 你之后也会想要再找 从这边找书 对 然后我觉得 就多亏了 爱的谋生 对 让我知道 好的 这个 花太六十 在讲这个组织 对 那总之呢 会想要看这本书的原因是 心理安全感 对 这个阅读题案在第十九集的时候 我们有讲过一本书 叫做 为什么这样工作会快准好 还记得吗 对 然后里面呢 他有讲八个观念 就是怎么样增加生产力的八个观念 然后其中第二个是团队 那在团队的时候 他其实就没有提到 Google有个叫做亚里斯多的专案的 在研究什么是成功团队的特征 他最后他归纳出五点 第一点就是心理安全感 那他在这个里面就是有引述 引用1999年 这个那个爱德蒙森在行政科学记刊的论文 那论文里面就提到了心理安全感这件事情 那我后来在 马六陪你喝一杯这个节目 去年九月的时候 有自己我讲了一集 就讲信任欲职这个概念 所以我就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去跑去找了爱德蒙森 我就把这整个故事讲了一次 那我后来发现爱德蒙森 他书其实有写几本 但台湾中文翻译的就有一本 就是这一个心理安全感的力量 所以我就去找了这本书这样子 所以他的心理安全感 主要是针对职场上的 对对主要他就是在打造 就团队啦 就是一个组织当中 对所以所以他的中文书名 是心理安全感的力量 别让沉默扼杀人和团队的未来 那英文书名其实是 The fearless organization 无所畏惧的组织 所以他其实是在讲 在组织里面怎么样无所畏惧 就你不会害怕 好那我们快速的讲一下书的内容 书的内容其实总共分 其实他没有很厚啦 但今天没有把书带来给你看 就可能跟你上一次 讲的那一个 大象吗 有点类似 因为他 大概200页左右 200多页 然后最后20页是 那个 引用的论文 注释 注释出处 对 那人家是教授吗 没有 写书很正常就变成这样子 对 好那总共有三篇 八章 第一篇是在讲 为什么我们要有心理安全感 然后第二篇呢 就是在举各种各样的例子 那前面举失败的例子 后面举成功的例子 嗯 第三篇呢 就是要怎么样实作 个人建议呢 你可能要看两次 你说从头到尾 对 其实我很多书都是这样 就我要讲书的时候 我好像也都会这样做 嗯 我觉得一来我大概也不太容易有时间 可以一次看完 所以可能就是分天看 分段看完 对分段 只要最后再一次看一次 对就一张一张一张看 或者是像我画 我常常会是 比如说哦 我要看50页100页 嗯 这样看 因为有时候它一张很厚 或是很薄 这样子 所以我通常是用页书来看 嗯 就比如说这本书300页 那我就分三天 100页看 这样子 那所以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会可能做一点记录 或是折起来之类 我没有像你那个 贴便条 对我会折起来 嗯 然后 第二次再看 我就会再再看一次 因为 会再确定一下 有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开始把 我想要讲的东西整理出来 那在这本书呢 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 一开始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好像还好 我觉得前面 他都是在讲例子 嗯 他讲例子就 就当故事看是不错啦 可是 就觉得好像 对啊 我知道啊 我也知道 有心理安全感很重要啊 那 哦好 我知道就是 原来是这个样子 然后到第七章 就总共八章 到第七章 才跟我讲说 你可以怎么做 嗯 那你不会觉得说 那前面 为什么你要花这么多时间 讲这些东西 后来我 我在看的时候 我大概比较有感觉 因为 你当然不会假设 你是熟悉这个东西的 我会特别看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 我自己在 公司里面就 很在意这件事情 我从 呃 就在讲信任 预值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 在那个之前 我就已经 有感觉 我在讲企业文化的时候 我都会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怎么样 让大家 在一个团队当中 是勇敢发言 他甚至 甚至应该是说 他不需要勇敢 也可以发言 对 就是他如果要 很勇敢才能发言 这个 这已经有问题了 你看他就很自然的 可以交流 对 他很自然的 就是我想到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会讲出来 那这个才是一个 我觉得一个好的团队或组织 他可以好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或是方法 那 所以我就很 我本来就很在意这件事情 我也知道很多 不好的例子 我在很多管理书上 没有看到这种不好的例子 所以 前面六章都在叫我看这个 你就觉得还好 对 我就觉得还好 到第二次再看 第二次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如果我真的要讲的话 的确 他必须要从一个基础开始 就是 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做心理安全感 所以他其实也开始讲说 他为什么一开始 注意到这件事情 就是这整个开端是 他那时候是博士生 一年级的时候 然后他去参与一个研究计划 那个研究计划就是说 他们要去研究医疗疏师 就是说在很多的医疗院所当中 这个医疗疏师跟团队之间 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就参与了这样子一个研究 那那个团队当中 他们比如每个团队 可能就会有医生 然后有护理师 然后还有一些管理的 管理师在里面 所以他那个每个团队 都有各自不同的功能 然后他对于医疗相关的东西 一无所知 所以他可以可以站在一个 比较抽离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不会带有成见 所以他就开始在这个研究里面做 然后他就开始 比如做问卷 然后看到底实际上失误 造成了多少的 就有多少失误 他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团队跟团队之间 有没有差别 有 就透过问卷 跟透过他们彼此的调查 有很厉害的团队 他们就是会叫做 这很强大的团队 然后也有那些 没那么强大的团队 是真的可以分辨得出来 有差别的 好 那强大的团队造成的 医疗疏失 跟没那么强大的团队 造成医疗疏失 有没有差别 有 差别很大 那强大的团队的医疗疏失 比较多 哦 对 哦 对 好 跟我刚刚原本放空 想说应该跟我想的差不多 就不一样 对 然后他就发现说 对 他就那时候 他看到数据的时候 就也惊呆了 这样子 而且是有显著 统计上是显著差异 这样子 他说怎么会这样子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应该 厉害团队 医疗疏失 会比较少吗 对 然后是找个另外一个 比较 另外的人 就是他的研究生 独立的研究生 进来 然后用比较抽离的方式 再去做问卷调查 就跟团队之间 做问卷调查 然后他们发现的结果 就是 呃 是因为 强大的团队 他们回报的缺失 比较多 因为缺失 是你要回报的 所以 强大的团队 他们会比较容易 发现缺失 这件事情 然后发现缺失 你就会回报 那没那么强大的团队 他们不太会发现缺失 所以反而就 回报的比较少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 他说他就有种 开悟了 你知道吗 他说会不会是因为 一个比较强大的团队 所以他们比较敢讲真话 嗯 对 所以 他们去调查发现 的确是这样子 那既然你敢把实话讲出来 那自然而然就比较容易 注意到 这些失误 那这些失误 不见得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你只要提出来之后 他就有改进的空间 所以他从那个 那一份研究开始 就提了说 怎么样我们去 呃 在组织当中 维持 心理安全感 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刚刚讲那个 Google的 亚里斯多德计划 就是 他们本来也是一样 在2012年的时候 Google分析了 他们公司团队 跨国 180几个团队 然后 他们 呃 一定是有 那个 绩效比较强 跟绩效比较不好的 对 然后分析完一轮之后 想要研究到底 什么原因造成绩效比较好 什么原因绩效没那么好 找不出来 你知道吗 就是每一个团队 各自有各自的厉害 跟不厉害的地方 然后当下有很多很多的变数 直到他们看了 1999年 这个Amy教授的 这一篇论文之后 发现 啊 心理安全感 对 他们才 为什么他们会把 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 就他们之前都没有意识到说 哦 原来 在团队当中有一个 你看不出来的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 其实就是 这个团队的心理安全感 有多强 嗯 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东西 写在他们的 那个Google报告里面 这样子 好 就大概是这样子 那心理安全感 他后来 在各个的 呃文献当中 就有很多很多的调查方式 那其中就有一个 呃七个 他提了七个调查方式 那大家听听看 好 这就等于评分啦 比如说你可以评一到十 你自己自评这样子 第一 如果你在团队里面 犯了一个错误 这通常会对你造成不利 不利是指 会影响你自己 对对对对 嗯 然后第二 团队成员能提出问题 即使是棘手的议题 就可以愿意讲 对 好 第三 团队里的人 有时候会拒绝 别人的与众不同 嗯 就不 你说你太奇怪了 太特殊了 第四 在这个团队中 冒险是很安全的 第五 很难向这个团队的 其他成员寻求帮助 第六 团队成员没有人 会故意做出贬低我的努力 这件事情 他不会贬低我的努力 嗯 第七 以团队成员一起工作 我的独特才能跟技巧 可以获得重视 并且充分发挥 那这里面 刚刚有三体 其实是 呃 反过来的 对 对 就是你越高分 你要把它反过来算就对 嗯 反正总之 越高的 你的心理感 就是团队心理感 就越高 嗯 就在这些 这些问题当中 了解 自己有什么想法吗 我的想法 比较会是 就是你刚刚说 心理安全感这件事情 有点 就是Google 他们也是花一段时间 才发现 其实还有这个东西 嗯 那他们那时候 也是用这种调查方式 先去整理 他们的团队的吗 我不知道欸 我猜想是 他们那时候 应该是 做了很多研究之后 发现他们找不出一个 显著的关联性 嗯 就你没办法在 强大的团队当中 找到一个 他们之所以 绩效好的原因 嗯 因为可能 比如说你会想说 哦 他是不是比较聪明 或者说 他是不是 比较有经验 嗯 或者是 呃 是不是比较多元 我觉得他们可能 就是把这些可能性 就是你表面上 看得出来的一些可能性 都弄完一轮 然后发现 可能没有那么显著 就是可能有些人 哦 他真的 欸 多元性 可是有些人可能单一 但是也做得很好 嗯 那你就没办法找到一个绝对的理由 这样子 嗯 那 他们那时候找到的 最合理的理由 就是心理安全感 就他们看了Amy的论文之后 然后觉得 哦 这有道理 这样子 所以他们可能就拿这个 再去看 每一个团队之间沟通的模式 哦 对 我猜啦 我猜那个 Google那个调查 最后是这样子 连在一起的 嗯 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心理安全感的调查方式 不知道你刚刚听了之后 你有没有想一下 我刚想的是 如果是我去定义心理安全感 我的用词 应该也不会是讲心理安全感这五个字 我应该会是讲像心理耶 我啦 那他他 我觉得他是拿情境来问的 就是这七个题目 其实就是很明显的情境嘛 比如说团队成员能够提出问题 即使是棘手的议题 就你敢不敢在开会 或者是在做事的时候 突然提出一个 直接讲 对提出这个 那你越敢的话 他的分数就越高 就心理安全感的评分就越高 嗯 那如果你是地向第一个 如果你在团队中犯了一个错误 通常会对你不利 那这个东西越高 他就反过来 嗯 就表示你的心理安全感就越低 嗯 对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问这种 情境式的问题 而不是直接 因为你说 哎你有没有心理安全感 这超怪的啊 对啊 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嗯 他一定是问情境的方式 去讲这样子 对 那书的后面的话 就是在讲例子啊 中间比较大段 就是在讲例子 总共有四张 呃 可避免的失败 其实都是讲 比较偏企业的 就他不敢讲 所以就 呃 后来就造成了企业很严重的失败 第四张 危险的沉默是 比较是偏案件式的 所以像比如说就会有 2003年 NASA 哥文皮亚号太空梭的灾难事件 就是爆炸这样子 嗯 然后还有1997年的 那个 特内里非控难 对 那这其实刚好 我们在录音这个时候 那个 前几天日航啊 对日航发生的这个 这个空难事件 那 其实就 我觉得 搞不好还真的 你事后去做调查的话 你会发现 呃 是有一点关联的 因为 像那个 特内里非空难就是 那个案件是这样子 副机师嘛 那个 对 那个案件是机师 他 河南航空机师 然后他要起飞的时候 那因为那时候有误 然后那时候 呃 副机师就跟塔台要 起飞许可 对 那结果塔台那时候还没有发 但是 机师就是很急着要起飞 那机师是非常有经验的 然后副机师是 跟当时的那个维修工程师 都不敢 都不敢讲 不敢讲 然后就 就是开始加速 然后最后发现那个 泛美航空有一架飞机停在上面 然后就撞了去 这样子 嗯 那 日航这一次 当然事件事故本身 结果 原因是什么 可能还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 现在看新闻报导 就有讲到说 那时候日航里面 的空服员 是可以 呃 就是他可以判断说 我什么时候要开哪个禁机 疏散门出去的 对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 就是呃 很多很多的训练的过程当中 然后得到了一种 就是哦 在这个环境下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你要有信心 不用怕被骂 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你知道有一个 有一个报告 反正就是 飞机飞航安全 是相对 在开车来讲 是安全非常非常多的 对 那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所有的空难事件 发生之后 都会被详尽的调查 然后这个调查结果会 交给全世界所有的航空公司 通通都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你要极力的去训练 跟调整你工作的方式 去避免类似的事情在发生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相信 当然不一定是这个事件 我觉得 就是很多很多的事件 可能一定都有造成 更好的影响 那所以这一次 嗯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空难 但是造成影响 算是非常 比较少啦 就是 还是有人死亡 但是 日航上面的人员 是全部都撤出来 就不像1977年 这么多人过 对 就全部撤出来了 嗯 那 另外当然包含了 也在日本的 那个辅导的事件 对 也是 那那个事件就是说 当时 呃 福岛第一核电厂 他们在盖那个 水坝的时候 因为他们知道是在 那个海边嘛 嗯 他们都在盖水坝 要挡水的时候 其实是 呃 有规划 预计说 可能要挡多少 但他们不觉得 会发生更高 的海啸这样子 那结果 那时候其实一直有人提 说有可能会发生 更高的海啸 那 后来就没有 那没有之后 结果 结果就是后来 大家看到这个样子 等于说 他提了 但是没有人 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会想到 我在看那个 那个呃 危险的沉默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到 之前反正我很闲拍的那部 片子 叫做 他就是什么 在山上 然后忘了带记忆卡 嗯 你有看过那个吗 没有 反正他就是一个摄影助理 然后他们上山跑去拍拍电影 然后就有设注忘了带记忆卡 好 然后他就跟摄影师讲 然后一开始摄影师说 你为什么不讲 就是我们对你到山上 你为什么不讲 他就说 我就怕被骂了 哦 对 就是然后后来就全程 他就是想说 我就怕被骂了 我一直在重复反复 想到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就是 你很大的一个核心 其实我觉得心里面 大家都在想 你不讲 我就是怕被骂 我就怕被骂 但是为什么你会怕被骂 这就是那个团队里面 没有心理安全感 就是他不知道被骂完之后 他自己会怎么样 对 所以刚回到 刚刚第一个问题 怕对 对 就是当你 当你犯了一个错误 对 会对你造成不利 对 对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那成功的例子 当然也有 成功的例子 就包含了像皮克斯 或桥水联合 就我们之前 有提过 很后一本原则 对 但是 变化中的事件 对 那是另外一本 我们都 讲讲的都没有看 对 我们都知道 都在架上这样子 桥水联合的那个 Ray Dalio这样子 然后或者是像 Google X Google X应该蛮有名的 就专门去挑战 所谓他们所谓的登月计划 就要弄一个非常 大胆的计划 啊失败的时候 他们还会庆祝 这样子 然后 皮克斯的例子 就是蛮有趣的 他们一直有一个制度 叫做锦囊团制度 就是他们会在 片子刚拍 一段时间的时候 然后就会有一群人 组成锦囊团 去看这个片子的 算很初期的版本 然后通常 结果都不太好 那结果不太好之后 那这些人就会给意见 他们会给很 直接的意见 给导演 这样子 然后看你要不要调整 所以很多很多片子都是这样子慢慢慢慢修出来的 他们都会说第一次其实烂是很正常的 所以没有人会真的很在意说第一次的反应不好 那其实在 就我看到的 印象索机 其实很多 他们里面片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像包含Toy Story第一集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对 对就是第一个版本 大家看完之后都是 脸色凝重 完全不行啊 你说完蛋 我们要破产了 对 这种真的可以卖吗 我们偷都洗了 但后来 大家都知道结果了 就皮克斯的每一部 之前每一部作品 其实都卖得很好 那这个就是成功的例子 就是大家可以在 呃 场所里面 工作场所里面 唱所预言 然后另外有一些是 比较暗箭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分 失败的有失败的团队 然后失败的例子 然后成功有成功的团队 跟成功的例子 那这个成功例子就是 一样也是飞机上的事情 就是 呃 萨利机长 他的训河上的骑机 就是他起飞没多久 然后就被鸟击 这个后来有拍成电影嘛 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像Tom Hanks演的 那就是他立刻发生鸟击 然后两架引擎都 失去动力 所以他们要立刻决定 到底要折返机场 还是想其他方法 那当下萨利机长 就决定他要在 阿德逊河上迫降 详细的情节 大家可以去看那部电影 对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他在书里面描写这一段的时候 他就有提说 那机长那时候一开始 是让副机长 一开始起飞的时候 是让他控制的 然后那时候就说 哦他接手 然后副机长就是 附送说好 你接手 然后接下来就是 他们是非常有默契 然后提醒彼此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他把他当 这个当作是一个 成功案例的故事 然后他也有跟 电影里面有演啊 就是跟 那个空服员 在沟通的时候 也是很直接的 然后空服员就是很信任 去做这件事情 嗯 对 那所以他在 就是这些失败跟成功之后 还有说要怎么建立吗 你说怎么建立是什么 心理安全感 其实就是后面第三篇嘛 第三篇这边在讲说 如果我们要打造一个 无所畏惧的组织的话 那有一些方法 其中第一个 呃 总共他建立了三个方法 其实三个方法是三个 算三个步骤啦 嗯 那第一个步骤就是 创造有力的条件 然后第二个步骤是 邀请参加 第三个步骤是 有效回应 那所谓创造有力的条件 就是说 呃 你要让大家知道 这件事情 不应该叫做失败 嗯 就是你不要觉得说 你在那边搞错了搞砸了 然后你就会受到惩罚 嗯 就是你要先把这东西讲出来 就是你的回馈跟意见 其实是避免未来 可能大家再犯一样的错 对 对 你要 这是一个贡献 对 我们来解决问题嘛 但我不是在解决你的 对 所以你提出问题 你不是被解决的那个人 对 所以这是 第一个你要让把这个工作的目标 好 那个框架设立好 本来的框架是什么 你把他打掉 然后换成新的一个框架 对 就是我们来解决这件事情 那第二个 邀请参与 就是他在讲的时候 你要让他讲 就你不能够 你作为一个管理者 你作为一个主管或领导者 然后你说 好 我们接下来要让这个 什么什么计划 称证 然后改变 然后你就觉得 没问题 我通通都知道了 我跟你们讲要怎么怎么做 这样子 嗯 那就不用 那就都给你做就好 都给你讲就好了 对 所以你要邀请他们来参加 你要放下你的可能姿态 或者是你觉得 哦 我很厉害 这些东西都不用 就是比较谦逊的角度 跟投资沟通 嗯 说 那你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 那我对这个其实很不熟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一些你的想法 尤其是第一线的人啊 最容易发生这件事情 第三个 呃 有效回应就是 好 那他真的说了 你要怎么回应 对 就如果他说 好 我相信你这一次 然后我就提了问题 然后结果我就被砍了 对 恭喜你直接 把这个心理安全感打破 这样子 所有人瞬间不敢讲 对 所以他的呃 有效回应就是说 你要称赞他 嗯 就说哦 好 谢谢你 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 对 或者是说 呃 对 我同意你讲这东西 或者说哦 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就是你要先用 正面的态度 嗯 先让他觉得 对 我们是完真的 就是你今天提出来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试探啊 嗯 对 他可能会先想说 哇 你新官上任讲得很好 我怎么知道你讲真的还假的 会不会我讲了一下之后 我就明天工作的没 嗯 他可能会先试探一下 或者是搞不好真的有一些人 胆子比较大 就先试探一下 那这时候发现 真的哦 你是真诚的接受 你真诚的想要改变这件事情 那你当然就会带起一些连锁反应 大家就会陆陆续续 嗯 那就是说 哎 当然我们来可以讨论一下 接下来哪些步骤可以去做 这样子 所以重点就是 我们要能够持续不断的去学习就对了 嗯 对 这个让我想到前阵子 就有一个专案结束之后 我想要带大家来做检讨会 嗯 但因为我知道这间 就是这个团队 他们就是比较没有那么 多心理安全感的状态 所以 呃 我的检讨会 我一开始还是会去讲说 我们其实要讲出 我们对这次活动 看到的问题点 的原因是 就是我们希望下次再办一样的活动 大家不会再走一抹一样的路 但是我请大家不是用讲的 嗯 是用填 就是匿名的问卷表单 然后有点像是鼓励大家 但我没有说大家每一个人一定要填 是是是 对 也不是媒体一定要讲 但就是透过这个表单 大家就可以去真实的反映自己看到的问题 对 然后我在整理这份 就是要进到那个检讨会的时候 我也会讲 就是我建议 就是大家有提出来这问题 我建议下次的做法是什么 对 然后有点像是由我来代替大家去 呃 反映这些所有的事情 OK 对 我们之前 我在学生时代 我这时候办很多活动 嗯 然后我们这时候每一个活动都会开检讨会 那 这传就是流传下来的啦 然后 尤其我们办那种大型营队的时候 那检讨会开非常久 对 然后我们会从第一 呃 从一开始 包含的开始准备这件事情 就一个一条一条一条 开始抓出来 嗯 讲 然后要怎么改 什么什么东西 我一直很有印象 知道吗 就是有几个 我们的团队 哇 那个真的是 吵到天翻地覆 然后从白天吵到晚上 对 然后那个记录都是非常恐怖的 然后我每次都觉得 看那里面真的是 面红耳赤的 大家心理安全感很够 超强 那时候 但我永远记得 那种开很长会 要结束的时候 然后走出那个门 满足感吧 走出那个门的时候是 大家去吃饭 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觉得我们又一起完成了一件事情 那种感觉 嗯 好 但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啦 就是一定会有人想要讨论的这件事情 就是 诶 可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公司 他好像是独裁者 对 在管的 比如说 家族企业 或是 比如说我们曾经讲过的 嗯 马斯克 可是他的企业看起来run的很好啊 对 你要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 嗯 那他这个作者在最后面有讲 第一个 我们要知道 有心理安全感 不表示你的企业一定会成功 嗯 那有可能其他原因 比如说刚好市场需要 可能你真的很厉害 做出了一些很好的产品 或是刚好你觉得价格比较便宜 种种种种的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当中 你是成功的 那你并不知道 还有第二点 你并不知道 如果这个心理安全感很强大的话 他会不会更成功 嗯 对 所以这是 这是两件事情 但他也不否认 就是 的确有可能 在一定时间之内 靠某些方法 你是可以很成功 绩效很好 但是他现在讲的就是说 他一直在反复强调心理安全感的原因 并不是说 我们有更多心理安全感 我们的公司绩效就会更好 而是可以 避免排除掉那些 可能会阻挡我们的障碍 那些不必要的障碍 我们把它去除掉 把这些创意跟可能性释放出来 这个是我觉得他这本书 一直反复强调的 就是 心理安全感的重要 并不是说 一定会有很好的绩效 因为你还是要搭配其他的事情 你还是要很努力 你还是要找到很好的人 他不是说你今天说 我们大家都非常有心理安全感 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团队 不是啊 如果你今天这里面人都蛮弱的话 你还是会做出很弱的东西 没错 心理安全感只是避免 你弄了一群很强的团队 但结果你自己把它搞砸了 对 好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心理安全感的力量 然后 我会附上一些包含的 像那个五个Google的成功的五个因素 这个文章 然后还有 那个我们之前在讲的 为什么这样工作快准好 还有我在谈管理的一个单口集 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我们这一节节目 希望你听得开心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到IG上 不用到Fizmo上 也可以直接在收听的这个平台上留言 如果你喜欢 然后如果你支持这个节目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 互动 对 跟其他人讲说 你听到了一个很棒的节目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然后请他也帮忙继续分享 那 如果你对于说 什么是心理安全感 或者说你 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例子 你心里有一些想法的话 对 你真的可以来留言跟我们讲 嗯 好 希望你今天更开心 拜拜 拜拜 优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